人生百态 娱乐开怀 欢迎收看谈笑余生 日本王朝的统治持续了两千多年 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之一 期间共出现了八个女天皇 分别是推古天皇 皇籍天皇 齐明天皇 池统天皇 元明天皇 元正天皇 孝谦天皇 称德天皇 而爱子公主身为日本天皇德人与皇后雅子的长女 日本上皇名人与上皇后美智子的第三个孙女 她的身份足够高贵 容貌不佳却像王者 备受父亲的宠爱 却无法成为女天皇 2001年12月1日 备受期待的爱子公主出生了 她的出生不仅仅受到父母的期待 还受到全日本人的期待 爱子出生之时 她的父亲德人是当时的日本皇太子 母亲雅子是皇太子妃 年轻的时候 财貌双全的牙子是日本外交部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一下子就把当时还只是王太子的德人给迷倒了 1993年 在德人皇太子穷追猛打 外加真情承诺的公事下 拒绝了好几次的牙子 终于松了口 在订婚发布会上 牙子紧张又腼腆 发表讲话时一直不敢抬起头来 面对未婚妻这样的举动 德人皇太子没有任何不满 反而非常有耐心地侧耳倾听 面带微笑的样子真的让人如沐春风 可以说 在这个时候 德人就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承诺 会保护爱惜牙子一生一世 同年6月9日 德人和牙子正式完婚 坐在敞篷婚车里的牙子一脸叫羞 甜美的笑容非常具有感染力 虽然他们的婚礼比不上查尔斯和戴安娜王妃的世纪婚礼 但是在幸福感上 绝对是德人和牙子更强烈 两人在日本民众的见证下成为夫妻 同时牙子也转换了身份 成为了日本皇室的太子妃 责任重大 如果说牙子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嫁进日本皇室的 那么在她过后的七八年时间里 简直就是一种煎熬 婚后久久没能生育子嗣 这简直不可想象 作为有皇位要继承的德人夫妇 势必是要生下一个孩子 以此来继承皇位 德人夫妇大龄晚婚 又不知为何在生孩子这一方面又一直不顺利 那时不管是德人还是牙子 压力都极大 幸好在这期间 德人一直尽心尽力维护着牙子妃 为她遮风挡雨 不遗余力 两人努力了很久很久 才终于顺利怀孕 顺利生下了孩子 然而 因为是女孩 按照日本的历法无法继承王位 众人虽然有点遗憾 但依旧很开心 很兴奋 艾子一出生就备受宠爱 是所有人的长中宝 心头肉 尤其小时候的艾子公主长得和爷爷名人天皇 非常非常像 两人仿佛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艾子公主上小学之后 不断有照片流出 那个时候的艾子公主可爱极了 萌极了 一举一动都非常可爱 而日本人又是最喜欢可爱的人 因此艾子公主备受日本人喜爱 那个时候的艾子公主天真可爱 浪漫活泼 她很喜欢运动 经常参加运动会 脸上都挂着笑容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艾子公主的长相发生了变化 她不再可爱 颜值不复当年 她明明是公主 但却不断受到网报 人们不断拿她的长相来说事 来嘲讽 2010年 在学校的艾子公主还被男同学欺负 更因此害怕上学 从一个成绩不错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三天两头不上学的坏孩子 某杂志就曾发表批评艾子身为皇家成员 在面对镜头微笑招手时的表情 却过于僵硬 不够平易近人 之后还有周刊爆料称 艾子上幼儿园之后经常请假 非常的任性 这些公鸡到了艾子13岁的时候达到了巅峰 而且这些人公鸡针对的不是礼貌或性格 而是艾子的长相 甚至把她评为了日本最丑公主 艾子的长相和穿衣风格也经常被网友们拿来和她的姐姐们做比较 说颜值不如妻子妃家的真子家子公主 气质更是没有遗传到母亲雅子皇后的基因 艾子公主的穿衣打扮也是很老气 在19岁生日的时候 艾子的这身裤装造型 尽显吐气感 薄纱衬衫搭配高腰裤 明明是花季雨季的少女 却愣是穿成了中年妇女的模样 日本皇室的穿衣打扮一直都比较固化 所以想要看到一些改变真是不容易 而今年艾子公主换发型了 剪去了一头长发 变成了波波头造型 艾子公主的脸型本来就是有些肥嘟嘟的娃娃脸 一直都是走的可爱风格 艾子公主和两个姐姐比起来 少了王室的那份高贵感 真子公主和家子公主出席王室活动很多 26岁的家子公主更是王室的颜值担当 真子公主虽然婚期一拖再拖 但是也不耽误她在王室风光 这次王室给了艾子巨大的压力 让她下定决心开始减肥 每次游泳都要一次性游够三公里 除此之外 她还因此患上了厌食症 就这样 艾子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 从圆嘟嘟的小胖脸变成了皮包骨 她脸上的笑容也从之前的幸福变得僵硬无比 但讨厌者对艾子的攻击并没有就此停下 反而变本加厉 艾子被大部分同学欺负 近半的学生表示自己曾经或正在遭受欺负 艾子便是其中之一 有一天 艾子突然和自己的母亲说她不想上学了 雅子再三询问后才得知原来艾子在学校被学校的同学孤立 嘲笑 甚至还会动手打她 或许你会问 谁胆子那么大 公主都敢欺负 但后来有媒体发出 欺负艾子的领头人正是艾子的婶婶的亲戚 难怪胆子这么大 就这样艾子在谩骂和欺凌中度过了中学阶段 在去年迎来了自己的成年礼 如今的艾子对于自己的胖瘦不是那么在意了 她和以前一样 正常饮食 今年12月1日 艾子公主将满20岁 按照日本王室的传统 日本的公主们会在年满20岁时打造专属王冠 然而 因天灾人祸 天王决定死百姓之苦 取消艾女的王冠 艾子公主也欣然同意 但从去年开始 全世界都保不可抗力的因素 天皇一中私民所苦 艾子成为日本王室150年来唯一一个无王冠的公主 也省下至少3000万日元的王冠制作费用 其简朴的作风再次让她好感暴增 日本公主们的皇冠一直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按照日本立法 一旦嫁给平民 公主也会失去她们的贵族身份 所以20岁的皇冠等于是自身身价的历史性大礼 这顶皇冠也归国有 等公主出嫁离开皇室 皇冠就要归还 日本王室也拥有极多的皇冠收藏品 通常都会在新年期间由皇室成员佩戴展出 但因今年不可抗力因素 2021年开始就没有看到这些收藏 可见得人天皇的低调个性 目前艾子公主就读学习院大学文学院二年级 本该2020年举行的开学典礼 她直到4月才参加 足足晚了一年 关于艾子的未来会如何 目前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 现任天皇得人非常喜爱女儿爱子 或许有意让爱子成为女天皇 但在日本 女性皇室成员目前是没有继承权的 为此得人天皇还去做了民调 调查结果显示 有79%的民众是愿意接受女天皇的 至于得人天皇最终是否会为了爱子修改继承法 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 据悉 日本皇室成员问题较为严峻 如果皇室成员持续减少 将导致每名成员的工作负担加重 这会难以维持皇室活动的运转 第二种则是 艾子会和其他几位公主一样在皇室的保护下长大 最后嫁给一个自己心仪的对象 近日 牙子带着艾子公主出现在镜头里 她一如既往的盘发是温婉的 大方裸露出清秀眉眼的她 棕色的下条眉毫无违和感 将气质勾勒得淋漓尽致的牙子 哪怕眼尾处的细纹是明显的 但依旧难挡她气质的端庄与大方 裹着黑色外套的艾子公主 头发剪成了波波头 虽然没有妓子非家的家子公主长得好看 但她将单眼皮女孩的个性演绎得那般透彻 一个人虽然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 但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努力不一定会使你获得自己想要的 可如果不努力 你一定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 甚至于连想象对你来说都是奢侈 那些抱怨自己出身不好的人 才更要比那些已经走在你前面的人努力 你才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改变自己下一代的出身 生活在世 每个人都想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 但是精彩的人生 甜蜜幸福的日子不是靠渴望就能得到 她需要你实实在在地去付出努力 懂得再多 不去亲力 没有实践 最多也是过着理论的人生 虽然艾子公主容貌不佳 但她在天皇夫妇的庇护之下 成为了一名阳光 独立 负责任 有担当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